你好 欢迎来到本视频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数据保护 在这个数字化时代 大量个人和商业数据在线上存储和传输 因此我们必须了解数据保护措施 并采取适当的步骤来保护我们的信息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数据保护的定义 数据保护是指保护个人的隐私 和他们的数据不被未授权的人获取或滥用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个人数据可以包含敏感的信息 如姓名、地址、银行账户等 在保护个人数据方面 两个关键源则是保密性和完整性 保密性确保只有授权人员可以访问数据 而完整性确保数据没有被灿改或损坏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些常见的数据保护措施 首先,我们可以使用强密码来保护我们的在线账户 这意味着我们应该选择一个复杂的密码 包含字母、数字和特殊字符 并定期更改密码 其次,使用双重身份认证也是很重要的 这种方法需要我们在登录时提供额外的身份验证信息 如验证码或指纹识别 这样可以确保即使密码泄漏 黑客也无法轻易访问我们的账户 另外,我们也应该小心公共WiFi网络 这些网络通常不安全 并且黑客可以轻松拦截我们的数据 所以,最好使用虚拟专用网络 VPN来加密我们的数据流量 最后,定期备份我们的数据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将重要的文件和信息 存储在不同的地方 以防止数据丢失或损坏 总而言之,保护数据的重要性不能被低估 通过遵守数据保护原则和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 我们可以确保我们的个人和商业数据得到充分的保护 谢谢收看本视频 祝你有一个安全的网络体验